钢梁魔秀珍 功道自然成的晒腊法师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过去我在关宗寺时 文帝贤老人友谊最气重的学僧实律法师 外号人都喊他晒腊的法师 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并不是恭维他 而是嘲笑他 也于他 原因是他最初在金山柱禅堂当相登师 每年到了6月6这天照例常驻离晒藏经 大众也晒衣服 池禅堂里有位小侍者 很调皮的 见了池律法师说 相登师 今天6月6 大家都晒东西 你的蜡烛快长霉了 还不拿出去晒晒吗 他一边说还一边挤眼 像在旁的人弄了个鬼脸 池律法师说 蜡还可以晒吗 试者说 当然 不晒不晒不长霉吗 池律法师说 好 他很干脆的答应着 我马上就去晒 于是把一坛子蜡烛搬出去 一根根摆在蝉堂的墙根下 约否带了两三个钟头功夫 一坛子蜡烛被炎热的日光晒得融化 蜡油全留在地下去了 到了快天黑的时候 他去收蜡烛 建议坛子蜡烛只剩一些挺长的蜡心子 蜡油都躺在地下去了 到了晚间 蜡油又都凝聚在一块 齿律法师认为凡晒蜡烛的大概都是这样 于是把一根根的蜡心子重新收到坛子里 地下的一块块的蜡油也都用刀子挤在坛子里 弄完之后重新把坛子搬在供桌底下去 晚上维纳师让他点灯 他很忠实地把蜡心子拿出来套在蜡签上 点好分送在佛桌上 并拿一块蜡油放在下面 这时维纳师很惊奇地问道 香灯师 不是禅堂有一坛子好蜡吗 为什么只拿出些蜡心子来点 那些好蜡弄哪去了 哼 今天晒蜡晒的都晒成这样了 究竟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认为把蜡晒成这样就对了 这时维纳师看到这种情形 知道他是被愚弄 心想 这人太愚痴了 如果打他一顿香板 也太不值 而且他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只摇摇头叹一口气 再没言语 第二天为纳师把他叫到跟前 当大众面说 持律法师 像你这么大的智慧 在这禅堂里当香灯参禅 太有点蛆材料 是吗 还没等维纳师把话说完 持律法师就很欢喜 很信以为真的问 对了 维纳师说 我看你这么大的智慧 在这里学参禅太蛆材料 现在地贤法师在温州投驼寺讲经 专门培养红法人才 造就法师 既然你有这样大的聪明才智 可以到他那里学法师 将来学成之后到各地讲经说法 利益人天 红伴三件 那时我去给你当为那 大家都能沾你的光 如果你在这里长久待下去 把你这份智慧太可惜了的 好啊 持律法师说 维纳师多慈悲 接着维纳师又说 凡事不宜耽误 你今天就去吧 在持律法师个人 并不认为这是耍笑他 牵他的单 还当真信以为实 这时在旁的从居大众 见维纳师已下了逐客令 也不好再说别的 只好附和着他的话 对持律法师说 既然你有这么大才气智慧 不宜老空过光阴 现在维纳师对你已经慈悲 你马上就捆一单吧 就这样你也说 他也劝 相互怂恿 把持律法师说得笑咪咪的 大伙给他帮忙捆好一单 傻呼呼的背弃背架子 来到头驼寺去了 平常头驼寺课堂 对来往禅和子一点不客气 有一点不如法就大家呵斥 而地贤老法师 对来往禅和子或学生等很爱护 深恐有学交的人往这里来 被课堂吓唬一顿 不愿再往这里来 致使四方学人果足不前 因此法师屡次到课堂里打招呼 让他对来往挂单僧人客气一点 不要太过呵斥 尤其有来学交的人 更要对他们客气点 这次持律法师到头驼寺来 赵丽要先到课堂 知客师在门帘里见来一挂单的 粗里粗气 一点规矩也不懂 心里早已腻了 等他坐下来 照例要按挂单规矩去问 从哪里来 从金山来 到哪儿去 就到这里来 来常住有什么事情 哼 持律法师又拿他那个笨重嗓音说 我在金山时 唯纳师和大伙都说我智慧大 在那里参禅区材料 让我到这里来跟法师学教 将来当法师利益人天 混饭 红饭 三界 这时知客师点点头 予以审笑 没再言语 心想 这个半调子二百五 不知在那里受人愚弄 跑到这里来 又想 法师有话在先 如果有学教人来 对他客气点 因他千里遥远跑来学教 无论如何要把他留下 这次好容易来这么个宝贝学教的 正巧满他的愿 于是先到方丈聊 帝老此时在温州投驼四座住持 传柄一声 法师说 让他来吧 知客师并没好脸 把持绿法师领去 问训斩据 顶礼三拜 法师问他 你想发心学教吗 对了 持绿法师说 我在金山时 因为晒辣 他们说我智慧大 在那里参禅区材料 让我到这里来跟你学教当法师 将来混饭 红饭 三件 利益人天 法师看看他这个人 又听他说这话 心里早已明白 知道他是一个愚痴人 受人愚弄 但无论顿根利根 只要发心学教就不能拒绝他 法师对他说 既然你愿意发心学教 就不要怕吃辛苦 不要怕受罪 首先要在常住行苦行 早晚多在佛前求智慧 经典抽空慢慢学 不要着急 久而久之 法师自然学成了 以后 持绿法师首先在那里当青头 集镜头 除粪 挑水 扫地 以后又行堂 擦桌子 洗碗 早晚在佛前拜佛 被功夫找人教给他 五堂功课 一点前空不留 法师平常对他也很注意 等他把五堂功课学会后 又找人教给他 背棱颜经 法华经 因他评速听 法华经听不懂 又教他背 法华经会议和棱颜文具 最初时教他几句 以后又教他几行 所谓钢梁魔秀珍 功道自然成 经过十几年的功夫 他把这些经文全都背过了 提起某一段来他都很熟悉的 以后他不但能听经听得懂 而且还挂副奖牌 替法师带大作奖金 一切教理文香 像得语言三辈 那么熟悉清楚 可是直到他带大作奖金实质 他行堂的这个苦行单始终没扔下 往往在迎请法师时 找不到法师 看他还在斋堂里 扎着围裙洗碗呢 后来法师看他已经当副奖 不让他再行堂 他坚持不许 每天仍是行完堂后 再搭红组衣上大作奖金 下大作后去铺堂 有时法师应外部去奖金 也让他跟着去代作 原先在金山当为那的那位师傅 还有当时弄总他的那几个人 听说晒辣的法师 已经能开大作奖金 心里都很惭愧 叹为不如 以后还跟他去请教 相见懒然 果然持律法师讲经时 那位为那师又驱驾给他当为那 愚弄他的人也列作听经 总算他们的话都没落空 到后来都兑现了 起初他去跟地老求学时才三十几 直到他五十几岁时 地老英南京毗卢四讲法华经 他随从去代作 不幸他就在这里原济了 临终时遇之时至 种种祥瑞 他原济之后 地老非常难过 身为惋惜 大家请想 他是一位急于吃的人 人都以晒腊法师称呼他 耍笑他 可是他在几十年光阴里 对学教 对修行都能获得了成功 纵然没正的涅槃吉博 最低限度他是往生西方了 这原因就是他有恒心 有行力 能吃苦 看得破 忘得下 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 勤苦就是人生的美德 现在诸位的聪明才智 大概都比持律法师强多少倍 如果能发心在行上多加注意 无论是出世间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 当代大德如印光老法师 地贤老法师 红仪律师 虚云老和尚等 莫不严顾其行 以功行实践而成功